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上来自十位不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各书几件 这其中有一位代表的发言给总书记和现场的预讳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表示中国正在经历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崛起改变了中国更震撼了世界 那么何为中国崛起 它与我们每个人有何关联 我们又期待着怎样一个崛起的中国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节目的主讲人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 听他为我们唯唯道来 张维维著名国际关系学者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便访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著有中国触动 中国震撼 中国超越 思考中国三部曲 对中国模式 中国崛起 中国话语 有着深入系统的自好 个人演讲视频 中国人你要自信 网络累计点击量超千万次 大家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 探讨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 也就我今天演讲的主要的这个题目 环球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中国崛起 那么我想要读懂中国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 要有国际事业 要进行全方位的国际比较 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两年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 美国有线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叫扎卡里亚 他问了我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他说这个张教授 你们老说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 西方的这个政治模式不适合中国 但是为什么整个亚洲除了中国 几乎都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能不能给我做一个解释 我当时就问会议主席 我说我是给他一个比较长的解释呢 还是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解释 注意说能不能尽量简短一点 因为我们会议已经超时了 那我说一句话就够了 很简单 我说就是过去三十多年 中国取得的成绩 超过了其他亚洲国家成绩的综合 无论是消除贫困的人数 创造的中产阶层的人数 还对世界经济的整体的贡献 超过其他亚洲国家的综合 背后是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这个模式可以和你们的美国模式竞争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 我是从这样的角度切入的 那么下面我想从一个更大的角度 就是把中国全方位的 跟这个其他的国家进行比较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世界上的国家 分成三大类 一个是发展中国家 一个是转型经济国家 一个是所谓西方国家 或者有时候叫发达国家 那么这样比较之后呢 我想更容易看清楚 我们今天的中国的崛起 和中国道路的意义 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 毫无疑问 最大挑战都是 如何解决贫困问题 那么中国在这个方面 做得最成功的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过去三十多年 中国是六亿多人脱贫 也就是说世界上 贫困的90%是在中国消除的 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 巨大的贡献的话 世界上的贫困情况 是更加严重的 那么有人说 我们现在贫富差距还是很大 这个我承认 我们还有进一步的 做好这个工作的 这个巨大的潜力 可以做得更好 但我说一切还在国际比较中 才能看得更清楚 我说你可以从北京 从上海 从长春 你开车你开20个小时 你可以开到黑河 开到海南岛 开到广州 开到重庆 只要不开到海里去 你把你一路上看到的贫困 全部记下来 会少于你在印度 这样的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两个小时看到的贫困 这不能比的 我们取得巨大的进步 那么一个重要原因呢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经营过土地改革 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子 这就不一样了 你只要去过发展中国家 实地考察过 我去过70多个 他们那个贫困 跟我们的贫困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个很好的 印度尼西亚的朋友 是研究发展问题的 他说中国的东道主老说 你不要光是看北京 上海 你应该到贵州去看看 他到贵州去看 回来跟我说还是不一样 还是比我们发达很多 他说你们这个贫困的家庭 有房子 有地 吃饭吃菜 三个菜一个汤 他说我们的贫困的人口 就是没有地 没有房子 吃得非常差 或者是吃不饱 我们已经解决了这样的一种 基本的温饱问题 我们关键是 我们一些农村贫困人口 他的钱比较少 收入比较少 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了 所以跟贩困国家比较 应该说我们是全面地生出了 但我们可以严以利己 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那第二呢 就是和转型经济国家比较 那么很有意思 二十五年前 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的时候 西方一片叫好 但是二十五年过去了 他们所做的事情 所取得的这个业绩 跟我们中国所取得的业绩 那是没法比 我就举个小小的例子 中国今天 光是外汇储备这一项 几乎是从无到有 就超过了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 包括俄罗斯 包括东欧 中欧 十六国 包括中亚五国的GDP的总和 经济总量的总和 二十五年前的时候 俄罗斯经济规模比中国还大 今天连中国五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跟转型经济国家比较 我们的模式也是相当成功的 那么还有就是和西方国家比较 五年前我和德国一位作家 德国时代杂志的这个总编 有过一个对话 他刚从上海回去 他说我觉得上海越来越像纽约了 是不是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就是美国模式 我说你看的可能不够仔细 我说实际上 上海在许多方面都超越纽约了 硬件全面超过 机场 码头 地铁 商业设施 全面的超过 而不是一般的超过 是领先十五年 二十年的水平 软件的关键指标 人均寿命比纽约高三到四岁 纽约是七十九岁 上海去年是八十三岁 对不对 这个婴儿死亡率比纽约低 社会资产比纽约可能好十倍 等等等等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个观点 我说我们是认真地学习 一切国家的长处 包括西方的长处 但我们的眼光是非常明确 我们要超越你 因为你的制度有太多的问题 我们了解的 我们不是简单地copy 重复你的这个错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可以比较 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方向是否满意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言论 特别是网上的 说这个中国人很不幸福 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 老百姓这个怨声载道 但是这些人拿不出一个 我叫做社会学上可以成立的 真正的民调 你要大规模大数据的收起 我现在跟踪比较多的 一个是皮尤中心 还有两三比较大的民调 结论是一致的 中国老百姓对于整个国家前途 是实际上最乐观的 我的这个总的结论是 我们三十多年来 应该说走出一条自己成功的道路 这个道路呢 我叫做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 我们现在可以这个非常明确的这样说 那么我先跟大家讨论一个 就是我叫量和质 先看看我们的量 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指标 经济总量的增长 我们是仅次于美国 现在是拉尔 早就超过日本了 我这还有另外一个指标 是韩国学者做的 他就说是一个国家出口市场 占有第一位的第一产品的数量 有多少种 那么中国呢 在2012年的时候是1485种 这个就超过了几乎是德国703 美国603 日本230 几乎是三者的滞合 三家加在一起的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这是量 像中国质的增长也是非常快的 包括这个科研 包括创新等等 恐怕这个进步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之一 我可以举中国以高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装备 通信设备 智能手机 电网 4G 以及即将到来的5G技术 是中国自己自由产权的 这个水电 火电 第四代核电 工程建设 实际上最大的工程等等 中国在世界上现在都是领先的 这个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看到 这个不光是一个量的提高 也是一个质的变化 我在讲到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时候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一起来 这个 从我们 制度的角度 来可比较一下 上个月 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组成一个小组 去欧洲 进行访问 我们跟欧洲智库进行交流 那我们就问了他们一些问题 我说 五年前的时候 阿勒伯子村爆发 你们欧洲一片欢呼声 但是五年之后 2015年 120万 中东难民 逃离战火 逃离战争 跑到了欧洲 就把欧洲的政坛 搅得一塌糊涂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西方模式 西方政治制度 在非西方国家 在伊斯兰世界 失败了 那么与此同时 中国发生了什么 2015年 中国出境的人次 一亿两千万 就一亿两千万人走出国门了 而且我说 这个还是 用现在所谓的国际指标 就拿了护照出境 因为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 我从上海到南京 在欧洲就要走三四个国家了 我说如果用欧洲这个国家 这样来划定的话 那中国所有坐高铁的 坐飞机的 都是有出境能力的 那何止一亿两千万 十二亿人次都不止 但我们即使用这个 一亿两千万人次 这也不得了 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创造 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 所以今天我们讲 社会对制度 在中国的成功 是有扎扎实的数据 我创造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根据购买力评价 2014年 我就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我创造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 我创造世界最大的 这个应该说是 住房自由率之一 至少超过所有的西方国家 超过美国 我创造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 我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另外我基本实现了 全民的这个养老和医保 虽然这个水平称之不齐 但至少你美国没有做到 我可以说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第一次变成这样一个 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背后是我们这个道路 我们这个模式 在国际比较中 明显胜处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 很自豪地说 我们找到一条自己 走向成功的道路 而且我相信 我们的前景 会越来越光辉 越来越灿烂 谢谢大家 张教授 您刚才在台上 为我们微微道来的时候 我注意到我们现场的观众 包括我们的嘉宾 听得都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仔细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 有60后 70后 80后 等不同年龄段的嘉宾 那现在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 就可以向张教授提问了 教授您好 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间 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就 就是在西方 长期主导这个体系下 取得了经济崛起 那么我们反观西方 似乎发现 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 至少是没有在心理上 做好准备 去接受一个崛起中的 中国这样一个现实 比如说我们看到 在奥运赛场上 只要是在西方 占优势项目上 我们中国人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取得突破 就会被和一些话题 扯到一起 那面对这样一个现象 您怎么看 我想这个西方 对中国的偏见 恐怕还要持续 相当长的时间 当我自己 我在西方 长期生活过 我也考察了 所有的西方国家 一个没了 我觉得西方 它实际上是 承认实力的 所以有个过程 你现在总的来看 就是欧洲 或多或少 至少在政府层面 他接受了中国的崛起 美国现在还不怎么接受 然后他的学术界 媒体界 还不怎么接受 包括体育界 我想这是一个进程 因为中国的崛起 是这个不可阻挡的一个势头 后边这个凝聚力 动力非常大 所以我想随着中国进步的崛起 特别是不光是硬实力的崛起 而且软实力的崛起 那么逐步逐步 他会承认你的 这位嘉宾 您有什么样的问题 张老师您好 中国正在崛起 不管西方认同不认同 我们自己认同的 所以想跟您交流一个话题吧 就是说中国崛起 对世界格局 会带来哪些影响 那么对我们这个 在座的 我们今天观众 有很多90后 对这些青年学生们 对他们来讲 又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 对我们的生活 又会带来哪些的利益 中国这个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 这个成就是巨大的 我们在座的 应该说都是获益者 那么 但是很重要的是 很多国家它也开放 但是失败了 它开放之后 被西方跨国公司 或者西方国家给控制 结果呢 老百姓没有得到多少 真正的好处 中国不一样 因为有个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所以我在开放的时候 我保留了自己的很多特色 结果呢 使这过程 总体上利大于弊 或者说利远远的大于弊 那么你比方说 我们加入WTO 世贸组织 之后 中国的贸易 经济 经济规模增加几乎八倍 我们老百姓 多数人是受益的 比方现在汽车 这么快的速度已经普及了 我都觉得普及点太快了 那么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对年轻来说 我只能说是赶上了好时代 所以今天这个我老说 一出国就爱国 90后出去更爱国 因为他们一来到这个世界 中国就是一个繁荣的 相当富裕的国家 我们讲两个一百年 如果是90后的话 到2020年 他们才30多岁 是吧 到2050年才50来岁 正好是做事情的 大好的时光 所以几乎是海阔任渔业 天高任鸟飞 你可以大胆地做自己 享受的事业 成功的概率应该说比较大 中国举起它是个大的势头 你只要真的去努力 成功概率 恐怕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 应该说现在年轻人 赶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一个好的时代 这位嘉宾有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我是一个80后 我们现在谈中国崛起 可能我们以前 我小的时候 可能很少听到这个词汇 我们为什么会在现在这个时期 要提出崛起 我们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还有说复兴 那复兴和崛起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谢谢 实际上崛起这个词 我们开始的时候 用得蛮谨慎的 怕给人感到一种中国威胁 但是不管我们中国人用不用 整个世界都在用 甚至有一些民调 说过去十年里这个词 这比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用的还多 美国自己做的民调 因为你的崛起速度太快了 所以国家使用的产品 一般以上都中国生产 中国是最大的游客输出国 到处都看到 现在任何地方出了一个事件 机场或者是恐怖罪 或者什么事件 马上就关心 是不是有中国人在里面受伤了 到处都是的 那么所以它是一个客观事实 所以我们现在也接受了 我们就开始说了 复兴的概念略有不同 那么复兴它就说是 我们过去就是个世界一流的大国 这是真的 我们这个落后是近代的事情 应该说18世纪左右开始 所以我们现在在复兴 就是重新回到重回世界之巅 在这意义上我们讲复兴 但这两次有时候也是通用 如果你强调我们过去的辉煌 然后现在重回世界之巅 你用复兴 如果你有时候不太强调 过去的联系 只说我们现在这个崛起的速度 规模对世界影响 你就说崛起 我是这样理解的 今天非常高兴张维维教授 和我们现场嘉宾 做客本期节目 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呢 将会用创新指标体系 为您解读中国崛起 感谢大家 下周节目我们再见